我覺得Winter的感覺比較有 比較像San的那種 喔你是說那種就是宜蘭治的 已經玩很久的這個 然後對這遊戲很熟 那種比較偏運的那種 了解 然後Lemon的話他就是比較偏 那種 Timing壓制型的 沒錯 剛剛講完 Winter 馬上12滴 馬上12滴了 好 那這場比較已經開始 第一是凱羅斯教會點 在地圖右下方則是 紅色的衝突選手Winter 在地圖左上方則是藍色的衝突選手Lemon 喔 這個Lemon不知道會不會17 喔沒有 沒有 但是他是16滴所以還可以 沒錯 這次要等等看他等等拉農 去防守那些伊化蟲的時候 損失看能不能降到最低 沒錯 我記得那時候Winter 自己的招牌打法也是 5W12滴開 對 5W12滴開 每一場都5W12滴開 沒錯 我記得他那次好像打到第二名吧 最好的一次打到第二名 對啊 最好的一次打到第二名 但是是不是最後輸給Sam 嗯 冠軍Sam 對 就是Sam回來打 結果拿冠軍那一次 對 然後我記得那一次很印象深刻的都是 黑石其實有遇到Winter 但是黑石是用蟲跟他打ZVZ 嗯 後來先贏兩場 後來被倒打 沒錯 很可惜 那也是 我是覺得黑石就是從那一次之後 土被猛進了 又變強了 變更強 我個人感覺這樣 就是他那一次用 就是可能 腦子覺得蟲組很強 所以跑去練嘛 練完以後 對 就那一次比賽 反而沒有進到很好的成績 對 後來他就是認真的練神組以後 神組就 馬上有一個猛爆性的成長 其實他去玩那個蟲組是有很 是一個很好的一個機會 因為他玩了以後 他就會知道 什麼time怕什麼 對 他就會很了解 所以他可以自己去開發一些戰術 不要看他這樣 他三組都有6000耶 我知道 他蠻厲害的 他除了人打人比較弱以外 其他都有6000的實力 我看他用T1去打神組也是蠻騷的啊 這邊拉弓兵 這裡是有講究的 你知道嗎 這要拉13隻 你要不要算一下 24 6 8 10 14 14 然後他多拉一隻 這就不是最是 有一個玩 一殺一隻農耶 好虧喔 13隻是最好的 怎麼辦我覺得有點傷了耶 兩隻還 還算平 三隻就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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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狗有點多 對 那那個Winter在做這個12D攻擊的時候 他的異化蟲啊 在殺那些攻擊的時候 其實要用 用點的 你不能放A 你要用點的 點他最前面的那一隻 沒錯 他其實剛剛是有做件事 所以你在防守的那一邊 就是那個Lemon那邊 他應該是要注意他 最前面那一隻 是不是滿血了 哎呀又賺了一隻 兩隻 哇這樣被殺四隻了 哇四隻農 這樣其實已經是 虧了 因為畢竟他也拉了那麼多農 他拉四隻農 還死了四隻農 沒錯 這樣算是很虧的喔 我記得那時候 不是他用這個12D 然後很多選手都會 特意訓練 這個裸霜去解他12D的 完美解 那時候後來那個SAN 真的是在 冠軍賽對上 那個Winter的時候 他的裸霜解得非常的完美 完美喔 完美解 他那時候是裸霜 然後留三個卵 對 直接出六條狗 有興趣的觀眾是可以 去找一下VOD來看一下 對 很值錢啦 不過這個 都是有留存的喔 對 好 那目前來看下去的話 Winter他的耳環已經開起來了 只是瓦斯還沒有開 現在全力的在補農當中喔 那這邊 雷夢則是狗速剛提沒多久 也在開始耍農 目前雙方的經濟其實是差不多的 喔 瓦斯放了 這邊雷夢有三百塊 應該是要直接去開三框 對 好 進來 看到沒有二本 沒錯 對 看到沒有二本大概 心裡有個底 好 雷夢這邊開起了三框 四框那邊可能也要稍微看一下 那這邊的狗出去外面 稍微偵查喔 繞一下 這邊 Winter放下了 要走蟑螂線 然後做一下建築學 這也是蠻穩的喔 在四分整的時候 把門口給堵起來 對的 好 那 目前又進入到雙方運營階段喔 就看一下這個雷夢 其實我看了這麼多DVD 其實真的沒有一個像 Rex 我們的金 金Air的Rex 這麼勤奮的偵查 對 相對於是 我剛剛看他打的時候 他真的是一直不停的喔 有機會就繞他的這個監察局 看能不能看到東西 對 然後看到對方的進化師 就稍微汙染一下 他這樣子一直偵查 其實也是為了要增加那個 自己不要被大招 一波A死的那個 那個可能 沒錯 原來你看到門口長這樣 怎麼知道他裡面 是不是有第二個進化師 或是要 已經二本早就提了 對 其實 有很多一些 戰術性的東西 前面可以做一些假象騙你 對 這又要講到我們剛剛那一場 那個Peace Talk 打那個Less 我第一次看到蟲竹放那種 大招 什麼都不演的 你知道嗎 對 那都不演其實就很像是一種感覺 你都不演 我都知道你要幹嘛 我怎麼可能會輸給你 真的 除非你們實力落差太大 沒錯 哇 這邊Winter 口一直有堵得很好 因為這邊其實Lemon 有一直嘗試性的 想要進來看 喔這邊殺掉這隻媽媽進來 喔 可以可以可以 殺意識 他看到對方有很多狗喔 看到很多狗喔 有些訊息喔 看到很多狗 狗衝繼續了 哇 超級多的喔 有感覺吧 喔 馬上做建築學 馬上做建築學 然後工兵拉回去 工兵拉回去 喔 他這個工兵先放棄了 對 全部先收起來 喔 這個時間 這個時間差 這樣子我覺得 應該有賺吧 你說那個 Lemon嗎 沒有沒有沒有 我是說Winter 你說Winter 把他的那個3萬咬掉 對 因為他只是存狗嘛 對 然後他也 也把他的3基地放了 所以說等等 這一波狗 清完以後 3基地也有 不過等等那個蟑螂鴨子 不好守啊 沒錯 阿 蟑螂速度 我覺得這個狗來硬咬 這個就虧了 我覺得虧太多了 他送太多隻了 那這樣他等等蟑螂反 反A他怎麼守 對 他自己也有蟑螂 他一點點蟑螂而已 沒錯 我是覺得他這邊狗 真的送太多東西了 對方第一時間堵住的話 你就 把那個狗的數量保存著嘛 他只要出門 我就繞過去咬他3框對不對 對 他剛剛那麼多狗 現在剩4條 哇 繼續咬 繼續咬 不過他把那個蟑螂速度咬掉 所以那個 那個 雷蒙這邊也不太敢出門 沒錯 好 那現在這個局勢 感覺上有點慢慢的倒向這個Winter 因為現在來看的話 Winter 3框已經開始在運營了 雙方攻兵速其實差不多 Winter已經領先了 那 現在差別是在部隊處 但是因為雷蒙他沒有狗 他沒有那個蟑螂移動速度嘛 他嚴格說起來 他也不敢出門 他不敢出門 他一旦出去發現對方蟑螂比較多 他就全部都回不來了 沒錯 所以他只能做出來防守 那現在就是比較尷尬 經濟上有點落差 好那這邊Winter 繞一些狗 Winter是想要那個強行偵查一下 用蟑蟲在組框 用狗去惡框 看有沒有看到科技 沒錯 對目前看起來是 似乎是沒有看到什麼重要的東西 怎麼辦 我怎麼覺得這一場好像 我們的雷蒙 只是有點危險 未必 未必 還有機會打他對不對 對因為這波蟑螂有可能打傷 打傷那個Winter 對 你看他這傷況其實沒有很好守的 沒錯 我現在沒有看到攻防 雙方一樣一攻 對 多一攻 你看如果說剛剛他 狗又保存下來的話 他其實這時候大可把他的 瓦斯多變幾個結尾獸 對 然後用狗把他的 把雷蒙的蟑螂包起來 用結尾獸的酸之一 這樣或許可以守住 喔這個偵查到 欸 既然都偵查到那個了 趕快把握機會啊 這時間就要上啦 對來來來來 不過這邊Winter的陣型非常好 一個環鑽的包夾 有沒有機會打得贏呢 不過這邊可以看到雷蒙的蟑螂真的多很多 對真的是多很多 哇這一波要直接捅了嗎 不過很可惜的是 這個結尾者就是 剛剛直接被撈後面被點掉了 唉唷 非常這時候來救援 但是這邊蟑螂已經突破 對手不太住啊這個 要中傷啦 殺 殺多一點殺多一點 對雷蒙這邊 喔他好像沒有要對這個 非常做什麼反制喔 他還在不停的爆蟑螂 對 他是想要直接淹過來了 嗯他可能是想要 直接用蟑螂把對方A死 好這邊拉弓兵防守 哇這個 重傷啊 哇直接一波A死 對還在打還在打 哇漂亮 這我覺得已經贏了 我覺得贏了 這太虧了啦 對不對好這邊 Windows打出了GG 我們恭喜雷蒙拿下這場比賽 勝利喔比數1比0 暫時領先 感覺前面那些狗還是 不能隨便送 太多了 送太多了 對他三十幾條狗欸 三十幾條狗就為了打掉對方 一個蟑螂反之場 對 其實太虧了 其實你要咬是可以的 是你要咬的話 他蟑螂很少 一到兩隻你就可以咬 對他剛咬的時候發現 對方那麼多蟑螂的時候 其實他可能就要考慮放棄了 沒錯沒錯 而且他那麼狗 他的狗那麼多在外面 事實上 他也對方蟑螂也不敢亂走啦 對 那那邊其實 我覺得損失 為了一個蟑螂槽 損失大部分的阻力 不會是有點虧的 而且剛剛有個大重點就是 為什麼剛剛雷蒙會決定 很心意很就A過去了 因為他看到那個螺旋塔 螺旋塔 他知道對方轉飛塔 他的那個 那個叫什麼 那個監察王蟲的那個 變形蟲 變形蟲 對變形蟲進去 然後結果沒有被攔截到 對 哇那個一看到他就知道 我這一波如果不打 就可能 他看到你有螺旋塔 就知道你一定是花了很多錢 在做飛塔 那我敵面一定勉強嘛 是的 對 縱使剛剛最後那一波 其實Winter他的陣型 看起來是比較好 但是其實兵力上的落差 是非常大的 Nemon這場還有一個亮點 就是他有偵察到對方 那些狗 硬衝過來 對他不是把那個門口的 後蟲打死嗎 對 進去的時候看到那麼多狗出來 所以他才可以把他的 三礦工兵保存下來 沒錯 如果那些三礦工兵被Winter咬死的話 那這場可能後續 炸了就沒有那麼給力 我覺得應該就已經會少很多 因為經濟會差很多 對其實這邊也是 做得非常好的地方 因為其實我們看了 有些衝突的比賽 有些衝突的狗 他是繞一下發現被堵住 他就不繞了 他就是 蓄伏了一隻在那邊 不動 可是剛剛可以看到Nemon 是一直嘗試性的想要去 看有沒有機會 對然後剛剛發現 那邊沒有人幫他握手 之後一隻 之後一隻後蟲 就咬他 對 那一看到就知道對方要幹嘛 確實 好來看一下這第二場地圖 是新生衝突點 在地圖右上方 則是紅色的衝突選手Winter 在地圖左下方 則是藍色的衝突選手Lemon 對 新生衝突點 哇這 喔又來了 對 因為他剛剛徹底賺了 嗯 再來一次 那看這個Lemon是不是會繼續裸霜 沒錯 其實對手是Winter的話 我是覺得你可以 針對他的開局 嗯 對這邊一樣是16D 然後開2框 看他會不會16 然後15直接放狗屍 這樣的話就是在針對了 對 喔他16 他補農民了 剛剛其實守的也不算差啦 但是可以有更好 有更好 對 我記得上次San守住他的那個 蛇地是一隻農民都沒有死的 對 對 那守的是最完美的 喔那一次San能夠奪冠 其實真的要感謝San喔 對 因為那時候 那時候San 雖然說是讓San去San家住的樣子 對 但是那時候晚上也是 San陪San練的 喔 Cheers 那NICE也要感謝我啊 我有幫你 他有來我家住啊 所以 然後就淘汰了 這樣為什麼要感謝你 他對手要感謝你嗎 對 他對手要感謝我 他對手要去你家住是不是 對 啊不就很擠 沒有 他那次跟Xperia都有來 哇 他爆 爆擠的 還好啦 我家還蠻大的 想累的就睡是不是 對 想睡就睡 齁 結果他有個那個 他有個玩偶放在我們家 到現在都還不敢拿回去 對他有說過 他說那個就送你嗎 他說那個有我的味道 他不要了 那個你就留著吧 我不需要那個東西 等我哪天退役 我再去跟你拿 對 好拉工兵這邊是拉13隻 喔這次就是完美的數字 這次是有細算過的 對完美的數字 喔 那這樣的話 這次有把沒血的工兵往後拉 我跟妳講 這絕對是 這絕對是有想好的 沒錯 沒想到 一隻一隻 一隻目前都還可以接受 有有有 狗出來了 喔穿礦穿礦 那一隻沒血了 那一隻沒血了 喔他過去了 喔他來了一個那個 故意穿過頭 對 只死一隻弄喔 這邊絕對是 雷蒙這邊是賺的 還是要小心一點喔 對 我要到殺殺攻兵還沒有辦法殘 等一下一直被操作 被操作 喔有有 守住守住了 來來來 不能死農喔 可以可以可以 走這個 這個局勢比剛剛好多 想一咬 沒有咬到 我覺得這個局勢已經是賺的 哇好蠻多的欸 剛剛那一場是殺四農對不對 對殺四農 對這場一農 一農 只殺一農 對 G點G點 這個優勢有點大 等等這個狗對不對 順勢往 往那個Winter家走 Winter就必須要爆兵了 沒錯 沒錯 來了 我就問你要不要做狗嗎 要啊 當然要 對不對 這個不做就太危險了 有三隻後蟲好像還好 三隻後蟲 因為他剛剛那個Winter 他往主礦走的時候 有看到他的那個瓦斯 他知道說他的狗速也不會那麼快 對 因為其實如果有真的去研究Winter 他是五瓦開的 那Winter他會在四分鐘的時候 把他的那個門口堵起來 對 就是要幫你那個突然 有樹狗 有狗速的狗衝進來 沒錯 好這套狗剛進來的時候 看到Winter二礦開了兩棲 然後上去很可惜沒有看到本 這邊再繞一下 兩棲開採喔 知道了 然後這邊呢 Winter嘗試想要繞狗進來看喔 對再看一次 對再看一次 好看到你很正常 這應該是要三開的流程 而且已經看到三礦了 所以他知道他沒有要騙他 這陣子是要三開的 對 那Winter這邊一偵察到 馬上提了二本 喔 不知道這一場會用什麼戰術 感覺我總覺得好像是一攻蟑螂欸 一攻蟑螂 一攻蟑螂的話 那個 進化師應該要先 要先下嗎 我以為是 因為這樣子他的 他的蟑螂速度好的時候 他一攻還沒好 喔對 就是這樣要 進化師要先好 然後先研發一攻 對所以我反而覺得 他可能是要跳飛躺 是的 嗯 我猜測啦 蟲洞有可能啊 呃我覺得你 我聽你這麼講我覺得好像 飛躺有機會 對 因為他現在開了三瓑 你看他等一下要不要開四瓑 就大概知道了 然後這時候去開三礦嘛 他要開了吧 看他怎麼做 他生了一攻 他生了那個 遠程一攻了 不然就是 你剛說的那個一攻蟑螂對不對 他可能如果 他這樣子做的話 可能就不是為了要打那個 太命的一攻蟑螂 對 好這邊 喔直接炸掉 這麼果斷 直接炸掉喔 哇 這邊在憋喔 這個 雷蒙的二本殺才生 速度其實已經慢對方很多了 那這樣的話等等那個 Wintern就會有一個 一個蟑螂速度的優勢 就是主動拳 對 不過他殺三基地一直都開不出來 是蠻虧的喔 其實我覺得這個 這個除了時間來 我是覺得越來越難翻啦 因為其實最好的時間就是 我今天開了 這時候三礦快好了 對 我這樣出來防守 硬咬 好他們要咬這些蟑螂 對 雷蒙三礦這個 玩那麼多 經濟上就有落差了 好 持續的繞 然後那個 你看喔 雷蒙的一攻其實沒有比 沒有比Wintern慢 對 他反還比較快 也就是說等等Wintern就算他有這樣的速度 兩邊A起來他其實 其實雷蒙是沒有烈勢 他只是追不到你而已 沒錯喔 但是你跟他互A正面 喔這個 這個沒有夠 漂亮 可以可以可以 殺這隻媽媽 對 而且工兵可能還要再殺個兩三隻喔 欸欸欸欸 不會大有死喔 可以再殺個兩三隻 一隻 我想要搶兩隻那一隻 血一直沒有死 可惜 我跟你講他剛剛就是猶豫了 他如果剛剛A了不管 反而有兩隻 沒錯 好來了這一波蟑螂 不過這邊可以看到 雷蒙蟑螂其實也蠻多的 雷蒙蟑螂已經先有一攻了好不好 對 一攻先打他 這就是剛剛為什麼他先升二本會那個 對 他先升二本的話 反而蟑螂過來也沒優勢啊 哇這個手的漂亮 完爆 哇有沒有看到神秘的抖動 對 那個荒洞 對這個荒洞 那個身支 那個身段 哇這個荒洞 真的是優美 可惜沒有端端 對不對 是要端什麼 你說蟑螂嗎 沒有他的那個腳 喔腳有彈性就對了 對端端 喔喔 好這邊壓制的時候開啟這些三框 可是我覺得他這一波 有點去送兵的感覺 你說那個Winter嗎 對他你看喔 他現在攻兵數已經輸了 沒有沒有輸 但他剛剛部隊事實上死了很多耶 二死人口左右 你知道為什麼他剛剛打那一波嗎 為什麼 要有張狼速度啊 他可以走啊 對 就人家是 他照看之下雙方張狼差不多 但對方是有一攻 他一攻還沒好 沒錯 所以反而他正面打不贏 哇 哇那這邊直接把這個 先手拳交給了Lemon 那看一下Lemon 怎麼打 目前經濟上 差不多 但是部隊有優勢喔 攻防來說 雙方都在研發二攻 那這邊Lemon 應該是在等他的這個 蟑螂的提速好 好這邊提速好了 開出發了喔 目前可以看到 蟑螂的數量這邊 Lemon是稍微領先一點 不過這邊Winter已經發現Lemon 出來囉 看一下這邊Lemon怎麼打 喔 他的二攻 哇這樣子硬打好像不行耶 這邊張雖然很明顯有少喔 對 因為畢竟是對方加嘛 有多線有多線 三礦有 三礦有那個 喔在殺在殺在殺 對對對 喔這邊有 有沒有擊毀一下 結尾蟲 其實有時候他先 擊火結尾蟲 因為結尾蟲的DPS很高喔 對 他的傷害是比較高的 而且血沒有比較多 對 哇這樣這樣互相傷害之後 Lemon比較虧 因為 剛剛他們雙方正面在交戰嘛 那兩個人都有去繞蟑螂到對方加 對 但是Lemon死了比較多一點 啊這邊被攔截 糟糕這批張 這批張回不去啦 哇要洗掉了 哇 要反壓了 糟糕這邊一個20人口的差距喔 而經濟來看的話 Winter還稍微好一點點 攻防差不多 哇 剛剛其實也是打得超果斷的 對 好 後續的蟑螂補上來 對 欸好像數量有點壓不過喔 而且媽媽都沒有膜可以補 可以補血 欸 守住了後續的蟑螂補起來 喔 主場作戰還是有他的優勢了 對 畢竟蟑螂走過去要很遠 對 哇 這邊也是一個禮上往來啊 對 而且剛剛打到一半的時候Lemon的二攻好了 對 所以突然變強 怎麼突然他好像都有點衰齁 對 剛好像剛剛那一波是打到一半一攻好了 沒有 剛剛那個是一接仗 一接仗的時候就一攻了 一接就好了 對然後這個是打到一半之後二攻好了 對 突然這樣突然變強 好 那這邊 看到這邊Winter要研發這個盾地蟑螂喔 上面有一些小蟑螂來做燒 好 第一時間NEMO發現 好 那這邊開始用監察王蟲去偵查一下喔 對 現在攻防差不多 等等Winter要開始多線起來了 這也是他那時候 拿亞軍那一次就是很常使用的戰術 對 他其實只要有一點局勢上小裂或者是 停局 他就會嘗試想用盾地蟑螂去打開優勢 他優勢的時候也是啊 對 這也讓我想到 你記不記得那個去年那個Sero打雷諾 也是 Sero那個也是超烈士 對然後用那個埋地蟑螂 對 硬是打回來 欸我覺得那一場應該是我 到目前有看過最好看的DVD 對 真的很好看 對 真的很好看 那時候那個Sero打雷諾去年嗎 對去年啊 冠亞軍 去年的最後一戰的WCS 因為那一季雷諾只要贏了他就進 對對對 他又進那個不遺失的抗 所以大家有興趣可以去看一下那個 2018的 對 2018的WCS 雷諾打Sero的 真的很好看 超好看 欸 這邊蹲地 埋地上進去了 有發現嗎 好像沒感覺 糟糕了也沒有 這其實蠻難看出來了 對 哇 好 攻兵開始殺起來 這一瞬間都站起來 唉唷他沒空到 他沒有去SHUFT攻兵 對 他沒有空 他直接按 他直接起來按H的 好 這是一個timing 因為他看到對方是螺旋塔了 正面直接硬推 哇 硬撞 欸這 這也沒有躲鑽石體翼耶 對 因為他兵力比較多 他想要直接用蟑螂 蟑螂硬頂 好 這邊你們打出GG 打出GG 我們恭喜Winter 單位一場比數戰勝1比1平手 這最虧大概就是那個吧 那個 強攻Winter的2框那邊 對 他在那邊打之前 我記得他剛剛有 呃 快20N口的優勢 嗯 我是覺得他 打雙線的時候沒有打 因為我剛剛看他不是走右邊嗎 對 他是打A上去的時候 可能有的 可能在控三線 三框的位置 結果沒有發現自己的阻力 這邊其實打輸的 被吃了 其實他們那邊是三個地方在打 就是Winter也繞了一些蟑螂到那個 那個 Lemon的山框 然後Lemon也繞了幾隻蟑螂到Winter的山框 然後正面 雙方正面都在打 沒錯 所以剛剛應該是 某些地方沒有處理好 所以導致這邊就 被硬吃吃掉 對 因為我記得那邊 最後打回來的結果是 Lemon他的攻擊突然變得比 那個Winter還要少 對 對 然後正面主力的第一波 就是主力部隊又被吃了一點 然後三框沒有做到東西 對 然後最後就直接人口反輸嘛 那說到說後面有守住 但事實上經濟跟後續的科技上進 有點跟不太到 對 科技差不多啦 都是都是二攻嘛 對 就主要是那個經濟還有那個兵力 所以差最多就是兵力 因為蟑螂被吃了一大坨 沒錯 然後後面又抓準了一個 對方轉型的空檔 直接A上去 他的那個白地蟑螂看到你的那個螺旋塔 就知道 是時候了 對 全部就A上去 怎麼好像跟剛剛那場一模一樣 畢竟你下了螺旋塔就兩百兩百 然後你再花那個錢跟瓦斯去做非常 他非常打正面其實沒什麼威力的 你可能已經花了大概八九百跟 六七百七去做那個東西了 你已經沒有東西了 蟑螂又打不贏人家地面 沒錯 對啊 好 那這邊比出戰神一比一平手 那其實我覺得以現在來講的話 雙方看起來感覺是 我覺得實力是差不多的 並沒有 並沒有落差 沒有 不會有很明顯的落差啦 對 誰晉級其實都不是很意外 對 像 上一場也是差不多啊 九零六跟九滴嘛 對 啊 兩二九之輩都叫我預測誰贏 啊 我當然只能說九零六啦 為什麼 畢竟他上一次差一點八強嘛 你還是要給他一點尊重啊 所以就逮了他一口 我沒有逮了他 他不是贏了嗎 對不對 一切都是心理因素 對 對 他們太迷信了 沒錯 太迷信了 我從不打信這一套對不對 對啊 你看雷雷 他就是我才不信 對不對 對 我就欣賞像雷這樣 他要是 你看他要是像其他選擇都那麼迷信 他現在怎麼可能變成軍艾爾蕾斯 對不對 可是他那時候打了什麼我才不信 就沒贏啊 沒有沒有 這一切都是磨練 磨練是不是 沒有經過萬難 什麼成就現在的他 沒有 不經一番韓側骨 對啊 你看看他今年 一開場直接是台灣積分最高的選手 175分榜首 為什麼他還那麼高啊 打擊16強啊 那個啊 那他在HES欸 HES沒有啊 HES三十二十輸啊 喔對耶 是不是 喔好猛喔 不過他現在怎麼叫金艾爾蕾斯 哇他現在是台灣第一耶 對啊 今年的台灣第一耶 拜託 我就問你嘛 除了他有誰可以有本事加入金艾爾 是不是沒有 是不是沒有 這樣想起來好像是 對 你看他 我跟你講雷雷2017年18年都是在忍耐啊 他是在層級 他在 他在苦練 他在鍛鍊他的角力是不是 沒錯 心態 對不對 我說真的耶 你不覺得雷雷最好的就是他的心態嗎 跟他的偵察手段 跟他的偵察手段 很會偵察 很會偵察 沒錯 很會偷虧啦 是嗎 你這樣講就怪怪的 偵察變偷虧 聽起來就怪怪的 這場是 雙方怎樣 一模一樣的開局 然後在中間相見歡 對 這邊還下一個地刺 大家都不要過去啦 大家都不要過去 這邊還下一個地刺 因為他不知道對方是不是有狗樹的 對 所以他先下一個地刺 等等到地刺快好了 就把他炸 他如果到那個地刺 他先看一下對方長什麼樣子 對不對 再來決定說他地刺要不要留 對 雙方都在瘋狂敘狗 喔 好 他地刺是不是炸了 炸了 炸了 那他看到這些狗過來 是不是要再蓋一個 我覺得他不會再蓋 對 他的第一隻後蟲不知道好了沒 因為 如果雙方是這種鏡像開局 你防守方你可以少出兩條狗 有一隻後蟲就可以守了 沒錯 所以這樣子看起來我認為Winter小賺一點 因為他比人家少做兩條狗 多了一個軟 做工兵 好 這邊要硬打 對這打不下來啦 因為有多一隻後蟲 欸 欸 欸 你告訴什麼打不下來是不是 因為多一隻後蟲 人生總是有意外嘛 我懂我懂我非常了解你的難處 對 你非常了解我的難處是怎麼回事 我也常常怕這種事啊 事實上就沒打下嘛對不對 對 好險剛剛有操作一下啦 不然那隻媽媽被咬掉就可能被鋸了 對他也是很及時的躲在那個洞裡面對不對 對 好 不過我覺得這就是那個 雷蒙 他應該要先 要先打那個 要先打那個 伊化蟲 對 因為伊化蟲的輸出絕對是比後蟲還高的 沒錯 但是他剛剛 最後 為了要包一隻後蟲 沒有把伊化蟲清光 甚至我覺得他剛剛把那個伊化蟲走掉 直接往上走 有可能殺兩三龍嘛 對 好 那現在雙方感覺好像回到原點喔 雙方經濟差 呃 感覺好像差不多了 對 那這邊Winter可能稍微 算一點 喔這一個 王蟲 再見了 哇 哇那這卡人口有點虧喔 這時間內卡人口 還要被迫按了一隻 那個王蟲 你知道NICE常講一句話嗎 怎樣 他幾乎每一次 在跟我轉播GSO都會說一次 說 他說 再認識你之前 他相信科學 哈哈 再認識你之後 他相信玄學 是這樣嗎 對 啊也是啦 他曾經以身作折試試看 你知道嗎 後來他再也 哈哈 不相信科學 啊 心理因素啦 我跟你講 他一定要 學會REX 真的 對 不禁一番韓哲骨 對啊 你看看REX他那時候打上職業的時候也是 經歷多少困難啦 他每一次 他每次升降賽我都去幫他加油 對 每次都輸對不對 對每次都輸 他每次都不放棄 終於有一次 我因為 沒有辦法 我在當兵嘛 我沒有辦法休假 他就晉級了 終於當上職業選手 你跟他當職業選手的時候大掌胸突 你都不知道他每次比賽有多希望不要看見你 喔是嗎 對 但是你每次都說下去他也不好意思拒絕你 哈哈哈哈 沒有啊他就說可以來啊 他說可以來是不是 對啊 他就不好意思拒絕你嘛 對啊 沒有我跟你講 就是因為以前的總總 才會成就現在REX 你要這樣想 對不對 好 你看他 他走算抬頭了嘛 深蹲太久了吧 對 好那現在來看一下 現在 雙方感覺上這一場又是要選擇蟑螂線 而且都是在研發一攻 那這邊其實REX 經濟上稍微的落後一點點 差不多啦 對差不多 這個目前看起來是差不多 因為畢竟剛剛我就說了嘛 14條狗 12條狗的差距 對 他進去確實也是沒有咬到後蟲 有咬到後蟲就不一樣了 就反過來了 沒錯 對但後蟲沒事 不能再卡人口了啦 沒事沒事 命打 對命打 這個又卡人口的話就很傷 因為現在REX剛好是 五九六八嘛 他剛剛是剛出來的 他如果一卡 他又多按一隻 然後又卡一下蟑螂 不過這邊人口有點 稍微被拉開了一點點 嗯 一直攻兵都是 攻兵一直都是 臨先REX的 對 哇 失去 看起來不太 不太妙啊 這個爆那隻 王蟲還是有點虧的 但是他補了一隻 王蟲以後還是 還是 人口還是有點吃緊 沒錯 好 那這邊應該要開始的 就是 雙升攻防 嗯 好 那這邊REX已經開始在提二攻了 同時間 升自己一防 對 這樣子演變下去 我覺得等等 REX如果 Timing掌握得好 有機會一波把Winter打死 對 因為他現在二攻 是已經開始在升了 所以等等 大概會有 三十秒的 二攻一防的優勢期 會有三十秒 這三十秒 只要Winter是跟他在交戰狀態的話 有可能那一波直接推死 沒錯 可是現在有點尷尬 就是 他的正面部隊其實輸的有點多 對 因為他殺 在深蹲 對 他殺就是 就是 五年前的REX 喔 五年前的REX 他在深蹲 對 就是 他的好友說要來看他的比賽 他都沒拒絕 對 他深蹲起來 他知道他的二攻一好的時候 他就可以爆發起來 沒錯 哇 這邊直接硬打 哇 就這個 這個時間點是那個喔 這時間點是雙方一攻 都是一攻的時間點 對 對 所以他攻防上沒有優勢 而且張牌輸很多 我總覺得好像捅穿了耶 所以輸太多了吧 對 捅穿了捅穿了 而且剛剛沒有詞翼耶 直接硬捅耶 對 對 兵力有優勢 對 欸 後續的蟑螂跟上 組場作戰 這邊Winter的蟑螂好像沒有跟到耶 而且Winter他的那個 蟲胎一路撲過去了 對 所以蟑螂捕的速度也很快 沒錯 哇 媽媽也全倒了 完了 吹了半天 完了 結果Winter他打得也很堅決 對 Winter這就是 我一直很推崇那個 蟲竹 蟲竹 若你今天是很不熟悉的話 對 很推崇你的打法 就是你打一個 一攻提速蟑螂 沒錯 什麼都不要升 就一攻就好了 然後就直接去A對方 比爆兵嘛 對 你的兵 因為在這個時間點 你只要不升 你只要不升一防 你不升二攻 你就多了多少 多了一百 多了三百氣 三百千 大概六隻蟑螂 六到七隻蟑螂 而且一般 一般你爆蟑螂的 都是缺氣比較多 所以你等於是可以再多 大概六七隻蟑螂 沒錯 那差很多耶 對 差很多 你正面大概多四隻就很多了 而且那個時間點 你跟人家根本不會有攻防的問題 你一定都是 他最多就是一攻嘛 你也一攻嘛 你搞不好是 有可能對方一攻完 你已經有一攻了 沒錯 對 所以這個台名打過去 而且你只控蟑螂其實是很好操作的 對 因為其實那邊我們看到 他剛剛也是打一個 剛好一攻一好的 就時間 就直接打了 就衝上去了 對 他也沒有 完全沒有時間 而且他一開始就已經想好這樣打 所以他中間的蟑螂你看 就直接鋪個中間一個高速攻度鋪過去 好可惜沒有那個 那個蟑蟲在那邊拉 對對對 對 他其實可以再加蟑蟲就更好 但加蟑蟲會有點明顯 沒錯沒錯 那確實這邊真的打得很果斷 我是覺得 今天Winter是贏在這個經驗 感覺上他是贏在經驗上面的東西 對 那這邊很可惜 這一次也淘汰了 離開了這次WCS的舞台 但我覺得不用灰心 還有機會 下次努力再來 以他最近的表現 我覺得真的是 持續練習一下